谢谢主持人 各位记者 大家早上好 从今年年初以来的 整个的外汇市场形势的运行 是比较平稳的 跨境资本的流动趋向平衡 市场的预期也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从各种 多个反映外汇市场形势的多个指标 比如说人币汇率 外汇储币的变动 结社会差额 跨境收市差额 所有反映外汇市场形势的 这些指标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外汇市场的形势的趋向稳定 大家可以从我们一月份 所发布的这些受证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样一点变动 过几天我们会发布 二月份的变化 我想这个形势向好的趋势 会更加明显一点 大家知道外汇市场 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一些扰动 所以外汇市场 它出现一些波动 也是正常的 我相信在未来 也会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一些扰动 但是这个短期的波动 它最终会回归到这个基本面 到乡下创业也会更方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